非典型帕金森症喉取案例 已无法排出才送医检查 各大医院确诊为非典型帕金森症喉取 后经药物及各种治疗都不见效 医药报告 4月25日 外甥女带原始点志工到家里探访 杨先生挂着倒尿袋 瘫握床上 腿部水肿 体力虚弱 呼吸困难 经志工按推上背部后 呼吸就顺畅多了 志工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杨先生还有吃不下东西 便秘 半身无力 头晕等症状 志工嘱咐杨先生 对原始点要有信心 夜间睡觉 要用电路 并指导家属 如何喂浓深姜汤 避免含粮食物 帮患者做运动 第二天 杨先生已能吃早饭了 下午志工按推上背部 头部原始点 饮用100克姜片 加两根红参熬煮的 深姜汤 并由家人搀扶着 在家中行走 第三天 按推全身原始点 喝深姜汤后 已能正常排尿 所以拔除了倒尿管 到了5月4日 杨先生已能自行起床走路 呼吸顺畅 说话有力 但体力尚虚弱 一手无力 另一手发抖 需游人扶着上楼 帮忙做抬腿运动 故加强病症相对应原始点的按推 之后 每日遵照原始点 调理原则 按推 喝深姜汤 运动保健 从7月份起 深姜汤由100克 减为50克 10月12日 边走路边打电话 手已经不抖了 从4月25日 至10月14日 前后170余天 经原始点条里 杨先生有僵硬瘫痪 到完全康复 感恩原始点 愿分享此成功案例 提供给大众参考